OK啦 OK 那這個 OK 那這個 硬碟外接盒差不多就這樣子 反正就速度有變快差不多就是500多Mbps 雖然剛剛有遇到一些問題 然後也還沒有解決就是 我不知道到底是硬碟盒還是那個 OK 這我們的 OK 這我們的SSD外接盒 還有我們的M.2硬碟 也有點像升級嗎 反正速度就有變快 差不多就是500Mbps左右讀寫 不管是桌機還是筆電 反正速度有變快 雖然剛剛還是有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 OK 這我們的 OK 這我們的硬碟外接盒 加上M.2硬碟那速度真的是有變快啦 就是500多Mbps左右讀寫這樣子 然後不管是筆電還是桌機都是500Mbps 但是我們剛剛還是遇到一些問題 就是它只要超過 500Gbps的容量 存500Gbps以上的容量之後 它的速度會整個明顯下降 下降到一個 70幾枚 40幾枚 50幾枚 一個很不一定 但是就超慢 比我們的傳統硬碟還要慢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應該會再聯絡一下 鎂光看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M.2的問題 因為這個硬碟盒 就是我們 400Mbps一直維持 維持到傳了500Gbps的檔案以後 它的速度會明顯的快速下降 然後就直接變成70Mbps 還有更多的問題需要解決 Yeah 這就是我們的硬碟外接合的 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叫KaiWon 我叫KaiWon 我會見到你下次再見 拜拜